科技巨头争相安插人员到拜登过渡政府 党选议员考索恩将加入挑战选举人团行列 川普表示宾州将传出大新闻 中共制裁澳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 2021年美国欢迎香港难民 路透社引述4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 现在谷歌、亚马逊、脸书、微软公司等科技公司 正在努力将候选人安排到拜登过渡政府担任高级职务 以便影响政府做出对科技巨头有利的政策 他们的目标机构包括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以及资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 这是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下属的一个重要机构 负责起草影响科技行业的政策 对科技公司来说 安置与行业有关系的候选人到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任职 也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 近期 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调查 大科技公司是否滥用他们的市场力量 一些科技技头也想影响未来政府的决策 他们也想确保拜登政府 不会被日益增长的反垄断运动所影响 这项运动一直要求对大科技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消息人士透露 大科技公司的盟友已经出现在拜登的候选人中 例如 两位亚马逊官员已经在拜登的国务院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机构审查小组中拿到了名额 而脸书更是在拜登过渡政府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比如 脸书前高管赫兹是拜登过渡政府的法律总顾问 前脸书项目经理奥斯汀林是总统行政办公室的机构审查小组成员 前脸书董事会成员鲍尔斯已经在为过渡政府提供建议 还有另一位前脸书董事会成员齐恩特斯 现在已经被选为拜登的防疫协调官 许多科技公司高管帮助拜登竞选活动筹集资金 或者是与拜登过渡政府中的人有联系 消息人士表示 在拜登的机构审查团队的会议上已经讨论了科技公司抛出的候选人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条消息 新当选的议员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人考索恩周一对外宣布 在即将到来的国会联系会议期间 他也将针对摇摆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提出反对意见 25岁的考索恩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美国转折点活动上表示 当你看到许多自由派摇摆州发生的事情 那些有自由派州长和国务卿的州 你可以看到他们违反了法律 在这次选举中违反了我们的宪法 正因为如此 1月6日我将反对那些选举结果 政治新人考索恩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之一 他在推特上对此补充说 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投票的权利是我们共和国的基石 那些试图颠覆州立法机构举行选举权利的行为 打击了代议制政府的核心 我选择站出来 为我们而战 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众议员布鲁克斯告诉大纪元时报 至少已经有6个人同意加入这个团队 在明年1月6日向众议院提出反对摇摆州选举结果 对各州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提出反对意见 还必须至少得到一名参议员的支持才算合法 但布鲁克斯表示 他并不担心这一点 他说 在我看来 目前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参议员将加入进来 问题是会有多少人将加入我们 他还说 这次选举被社会主义民主党人窃取了 另外 川普总统周一早晨在推文中说 宾夕法尼亚州将传出大新闻 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 他还写道 投下大量非法选票无法解释 被操纵的选举 还不清楚川普总统是否指的是 他的竞选团队20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 川普竞选团队的这起上诉案 试图推翻宾州最高法院对三起案件的裁决 上诉寻求采取一切适当的补救措施 包括撤销投票给拜登的选举人任命 并允许宾州州议会选择他们自己的选举人 澳大利亚政府因为公开要求调查 中共病毒起源而遭到中共的报复 但中共的制裁却引发中国的铁矿石 煤炭和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 12月21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发布通知 对铁矿石期货各月份合约全面实施交易限额 就在同一天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涨幅超过9.7% 逼近涨停 创下了2013年10月以来的新高 数据显示 在近期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已经暴涨了将近60% 外界认为 中国铁矿石价格风涨与中澳关系恶化有关 据报道 中国进口铁矿石严重依赖澳洲 2019年 中国进口的铁矿石有62%来自澳洲 此外 中国46%的进口液化天然气来自澳洲 澳洲还供应了中国40%的进口焦煤 中国国内的铁矿石、煤炭和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后 中共出现了软化迹象 12月15日 中共钢铁工业协会 就近期铁矿石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等问题 与澳洲铁矿石巨头利拓集团举行视频会议 这是中共钢铁协会一周内连线的 第二家澳洲铁矿石巨头 对此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中共制裁澳洲 造成中国的钢铁产业成本上升 实际上是中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现在只能重新谈判 换句话说中共已经放软 偷鸡不成反石一把米 另外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 12月21日上午宣布 2021年美国欢迎来自香港的难民 他还说 他部门属下的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会把中共党员访美的期限控制在最长一个月 即使已经取得了十年签证的中共党员 访问期也是最长一个月 美国会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阻止中共党员隐瞒身份 并逃避公开党员身份的要求 他表示 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在进一步与美国国务院合作 在中共党员的签证有效期方面增加更多限制 国土安全部还会增加对透明度的要求 来进一步曝光中共在美国大学校园里面的掩护机构或傀儡组织 他强调 这些是针对中共的 不是针对被中共暴政压迫下的中国人民 他说 中共强迫整个中国的人口 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攻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过去苏联的共产意识形态没有死去 现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正在威胁人们的自由 要迎接这个挑战 美国必须全民动员 每个公民 企业和媒体都应该认识到并防备这种威胁 如果美国人现在不站起来抵制 那么五年 十年 二十年后回顾这一段历史 必定会问自己 我们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提醒美国人 每天都有美国人因为中共而受苦甚至死去 中共是造假的世界领袖 从中国来的假药每年都害死上万美国人 在疫情期间 中共还将假的个人保护设备卖给美国 国土安全部查获很多造假的中共病毒试剂 以及1200万个造假口罩都故意寄到美国 近2019年一年时间 国土安全部查获大量芬太尼 这些芬太尼量大到可以杀死所有美国人四次 这些芬太尼很多都是来自中国和香港 他还指出 美国自己的媒体受中共影响 不报道中共的威胁 有些甚至为中共宣传提供平台 娱乐新闻也受中共渗透 好莱坞公司以自我审查来讨好中共 他说 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发布商业咨询公告 警告不要使用以确认与中共有关系的数据服务和设备 他举例说 近年发现中国科技公司TCL 在它所生产的电视机中有植入后门软件 使用户有遭受网络入侵和数据渗透的危险 TCL也获得中共资金支持 来参与在全球电子市场的竞争 好的观众朋友 我是李源 节目由Celine制作 欢迎您点赞订阅并传播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在视频下面留言发表您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